哈喽各位大哥大姐老闆老闆娘 又是我玻璃哥Frenkie 我继续给你们介绍这间NUSA Itaman的Semi-D啦 OK大家跟我来进里面 OK 一进门 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电视机墙 电视机的背墙 一般上我们看到电视机背墙 不是属于木格拉大理石的 OK我们为物主设计的这个电视机背墙 是属于整部 特大副的玻璃大窗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电视机的背墙 带入了大自然的元素 看上去来讲 整部就是属于大自然的 电视机的玻璃背墙 当物主工作完 回来这边 回到家里 坐在客厅 看电视机 看出这样一片大自然 是一个多么享受的东西 接下来 看电视机往来 OK这个来讲 这个是属于一个多么拉窗来的 所以 它是可以开的 它整部来讲的话是 15车 长 7车高 所以开起来的话 那个风 往进来 整个客厅就带来一个 丝丝的 软意了 你不需要这个风 你不把它关起来 关起来 开上冷气 在里面享受 这样子的美景 OK 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 是一部 玻璃拉门 这部玻璃拉门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它采用了双层玻璃 因为双层玻璃的好处呢 最重要的好处就是它 隔音 因为这边我们会主设计一个水池 你开这个玻璃拉门的时候 你会听到 很大的一个流水声 当你把这个玻璃拉门关起来 因为它是采用 双层玻璃 所以你可以感觉一下 这个门关起来过后 整个声音减少了 至少七八十八仗 这个就是属于双层玻璃的好处 好 接下来 这边来讲的话 这边有一个屏风 这个屏风的话 我们是设计成一个铁框 配合一个玻璃的一个搭配 这个玻璃的层玻璃 然后可以 后面来讲完全可以透视看到后面过去的 这个是属于我们 我们有设计一个铁框 玻璃的一个设计 OK 大家跟我来 OK 这边是属于一个厨房的 厨房的部分 接着他去我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厨房我们是怎样来设计 OK 谢谢大家